外媒日前方爆出在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之際 中共用的最新武器是一首由中共紅歌主題曲改編的歌曲《貿易戰》 以試圖挑動國民的反美情緒 今日就有媒體相繼爆出近期中共8天內臨時加播 7部抗美援朝就篇的反美宣傳公式 源於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的密令 以其凝聚內部反美力量 打贏輿論戰 有消息稱 隨著中美貿易戰的不斷升級 為應對美方的連續出招 中共高層在本月提前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宣稱 更要打贏輿論戰 於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下命令 讓中共喉舌央視臨時加播抗美援朝的影片進行反美宣傳 而近期一首由1960年代的中共紅歌地道戰主題曲改編的反美歌曲《貿易戰》 在社交媒體發酵 而這一救取甜心慈的做法被網友及外媒粉刺為低級紅 外界還發現 以往多在月底或下旬舉行的中共政治局會議 在5月份被提前到13日召開 中國資深傳媒人呂月5月23日在文章中表示 中共黨媒新華社通稿的最後一句透露了端倪 那就是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而這其他事項當天就被證實 即中共高層決定對美反制 加徵中國進口的美國商品關稅 文章還指出 未公開的是 中共高層稱 中國不怕打貿易戰 更要打贏輿論戰 於是 政治局會議後 中共媒體掀起一波反擊美帝聲浪 據自由亞洲電臺和香港蘋果日報等外媒披露 中宣布5月16日緊急發文 要求央視電和全國所有省級衛視自即日起 每晚的黃金收視時段必須播放一部關於抗美的影片 以鼓舞抗美時期 隨即中共央視電影頻道從5月16日至18日 在黃金時段改播電影《英雄兒女》 並預報要連續多日播放《上甘嶺》 《棋席》等影片 而省市衛視在中午播放的以洛杉磯為背景的連續劇 帶著爸爸去留學 被撤黨 大陸官媒還特意點出 《上甘嶺》等電影是臨時更換 且都是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影片 值得一提的是 在連續六天播出抗美援朝影片後 央視這一記錄曾在5月22日中斷過 這被外界解讀為伴隨著貿易戰的外部壓力 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也進入了白熱化 這種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宣傳也引發民眾的反感 有網民認為這是政治鼓動 發動輿論 專供底層百姓 並呼籲當局 趕緊把那些富美的子女召回來吧 也有中國網民指出 《上甘嶺》之類的反美電影是欺詐性的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物 當年 中美兩軍在朝鮮半島對陣 中共軍隊是在支持悍然發動侵略戰爭的朝鮮金日成當局 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則是幫助韓國抵抗侵略 更有網民挖掘出一件歷史事件 《上甘嶺》中的那個當年令億萬觀眾著迷的出演中共軍隊衛生員的演員劉毅如 在電影上演之後 不久即被中共當局打成右派 受盡幾十年迫害之後 如今在美國安度晚年 網上有博客文章指出 美國向中國發起貿易反擊 也是因中共出爾反爾 全盤反悔此前達成的協議造成的 中共反美宣傳完全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呂月在文章中提醒 中共聲稱再打一場中美性戰爭 無疑是要讓中國底層人民承受貿易戰的全部代價 讓全國都變成上甘嶺 另據中共官方報導 中共國務委員 公安部部長趙克志 5月18日前往中共駐南聯盟被炸大使館救職 祭奠被炸死的使館人員 這也被視為中共試圖煽動反美輿論的一部分 趙克志曾是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在貴州時的搭檔 被認為屬於習政營 而目前主管宣傳系統和中共黨務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雖然屢受習近平重用 但其最初是被江澤民派系提拔 也是江澤民三個代表理論的推手 在美中貿易戰開打之初 王滬寧就曾被指示誤導習近平激化貿易戰的罪魁禍首